歡迎收看古海英傑 我是曾英傑 那麼台北股市加權指數呢 今天呢 繼續的震盪收低啊 那中場呢 繼續再跌23點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整個現貨加權指數呢 中場是收在8767點 下跌了23點 整個盤勢還是很弱 還是震盪收低 震盪走低 那麼中場呢 下跌了23點 那麼我想 此時此刻 投資朋友 如果有人告訴你 下個禮拜開始呢 每天都會大漲 我想這種話你也聽不進去 對不對 因為呢 這句話 我們來看一個大盤的走勢圖 這句話 有人告訴你 從這裡就告訴你這裡會大漲 結果呢 又台亂 有人告訴你這裡會大漲上去 有漲了一段 但是呢 後來還是再繼續往下跌 所以這個行情 其實我說了 已經很清楚很明白的 它是一個什麼走勢 空投走勢 我再講一遍 不要自我麻痺 這個絕對是一個標準的空投走勢 所以在現階段 各位 你們所要專研的課題是什麼 要怎麼撿股票 比較實在 那不是這樣 而不是每天在那邊探討說 這個盤頭是要拉到哪裡 要拉到重視 這個盤頭是要拉到重視 各位討論這個沒意義啊 討論這個沒意義啊 你現在接下來要做的是什麼 選一個真的能夠幫你用心挑股的老師啊 來挽救你的頹市啊 畢竟你手頭上那些股票 我說過了 10個投資朋友我診斷過了 請他們認賠殺出 沒有一個做得到 沒有一個做得到 很奇怪 明明知道這是錯誤的事情 當我跟他們持股診斷完之後 我叫他們把手樓上很弱的股票 給他太弱掉之後 把他們粗心掉之後 沒有一個砍得下手 那這可能就是散戶的命運 這個咧 也怨不得誰啦 就是自己的 自己所造成的決定嘛 自己負責嘛 自己承擔嘛 對不對 那當然在這個地方咧 今天咧 我們又看到了大盤持續的在創新低 持續的震盪走低 在今天咧 我們持續的來為各位咧 來分享我們的實戰操作 我說現階段講再多 解再多大盤 那個都解決不了你任何問題 為什麼 因為你的股票現主席就是在了解嘛 了解嘛 這個是既定的事實嘛 跟你解再多的大盤 各位 就算讓你聽到了安慰的話 你聽到了安慰的話 也只是一時性的 也只是好像怎樣 在吸毒而已 短暫的麻痺自己之後 你咧 殘酷的事實是什麼 你手樓上的股票 還是怎樣 套得很深 還是賠得很慘啊 所以現階段你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手樓上還有資金的 你要跟對一個老師啊 這個老師咧 他真的有本事帶你選股的話 這個老師你跟著他做 那麼未來還會有希望 所以我說看我這個節目啊 沒有什麼別的用意 中心思想就是 我每天都要告訴你 到底要怎麼樣實戰操作股票 你才能夠真正的戰勝股票市場 我說了現階段的這個策略啊 大盤在走空頭 我們再看一次 這很清楚的嘛 麥酒沒有青霉都知道嘛 從這裡一萬點四月二八 現貨一萬零十四點 跌下來到這裡跌了幾點 一千兩百點 一千兩百點 這只要麥酒沒有拖湯沒有青霉都知道 這有空頭走勢 所以不用再自我安慰了 也不用再去取暖看其他節目了 那個沒意義 冷靜的面對現實 來挽救頹市 才是現在你要所做的事情 所以在今天我們一樣 今天曾老師這個節目呢 可能會稍微有點臭屁一點啊 為什麼有點臭屁一點 大尾你看到我今天所選的股票啊 我想呢 你一定會忍不住豎起這個大拇指 原來曾老師啊 還真的是有兩把刷子 那我選的這個股票呢 我也會順便告訴你 為什麼會選到這個標的 不要以為我什麼都不知道 每天都在跟你講 我買在這裡賣在這裡 然後中間呢 都會跳過人過 其實這中東有學問的你知道嗎 我要讓你在今天完全見識到 我的選股它是有邏輯的 它是有技術性的 它是有內容的 不是隨便亂設一個飛鏢 就丟給會員朋友 不是這樣的 所以在今天呢 我們先簡單的來 講我們前幾天所講的兩檔標的 第一檔標的1702南橋 各位 這個南橋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沒什麼叮噹啦 還是在我們的成本之上 68塊6 這個簡單帶過就好 我們的成本在哪裡 68塊半嘛 我沒有閃躲 一樣這一檔股票沒有賣 我節目上不會閃躲 我們還持續續續報 今天第幾天 第三天 那這是我們會員手楼上的單股嘛 其中一支嘛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屬性的帽地呢 我們也不多講 還是在我們成本附近 今天也是沒有出 這兩檔股票呢 同時進入了第三天 下個禮拜呢 最慢下個禮拜四之前 也就是七個交易日裡面嘛 我們呢 會快撈進快刀出 把這兩檔股票出清掉之後 接著呢 來佈局呢 我們接著所看到的 我們現在口袋 所佈局的這些名單 口袋名單 那在今天呢 我們又做了一檔股票 那為什麼今天又做一檔股票 因為昨天呢 其實有幾位呢 認同我裡面的 投資朋友 來成為我的家族成員 他們參加了這個單股會員 那當然 曾老師很感謝 在這個此時此刻啊 各位我們都可以看到啊 在這個時期啊 大家可以看到大盤 落到這個當頭塞歪 真的還有投資朋友 認同我的理念 來成為我的家族成員 曾老師在那邊 非常感謝呢 這些投資朋友的支持 那當然因為你們的支持 我今天竟然不能漏開了 那麼在今天呢 這個昨天呢 成為我家族成員的 今天呢 我們給了什麼標的 來我相信這些家族成員 今天一定很認真 在看我的節目喔 你在昨天成為我家族成員 那幾位投資朋友啊 各位我今天是不是 給你這檔標的 我們直接來看 認真來看喔 來拉近喔 單股新會員 昨天入會的 今天早上你看9點04分 這個現貨才開盤啊 將近五分鐘的時間啊 來 這檔股票 它叫3234的光環 我們請這個家族成員呢 今天在哪裡 64塊附近 幹什麼 直接試駕買進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啊 我們來進行對價對死 這個光環3234 來 這件的大衣 我要來給大家看一下 3234 3234已經看喔 來 9點04分 當時啊 我為什麼盯著這個盤 你看看9點04分 9點04分 9點05分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價格啊 這個沒辦法拉近 各位回去看一下 有空回去看一下 真的當時就在64塊 有沒有 來到9點05分還有63塊9 我們再往下看 9點06分 9點07分 還有63塊6 63塊7 我請問我們的會員朋友咧 在哪裡買 來各位 今天買喔 單股會員喔 我說光環3234的光環 現在在64塊附近 直接咧 市價買進 這是在昨天 各位 相信曾老師 認同曾老師理念 而來成為曾老師的家族成員 在今天所買的這一檔股票 它叫3234的光環 今天咧 我們請他們64塊 今天進場 那麼這幾位家族成員咧 我們專人專線通知完畢之後 我們都有確認 他們確實是有買進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光環收盤喔 來各位 今天現買現賺 66塊2 66塊2 這一檔股票還沒賣出 這是單股 至少會持股3到7個交易日 今天66塊2 漲了3塊錢 那麼在今天我不是要炫耀說 我多厲害 我是要來教各位東西 各位在這個行情 這麼低迷的一個情況之下 來學一些東西 對你有好不有壞 是怎麼說 因為我說過前主席 你要注意的是 要怎麼撐股票 要怎麼撐到像光環這麼強 這麼漂亮的股票 一買下去的股票 要怎麼撐 有什麼撇步 這是今天整個節目的一個重點 開始後 我要來教各位 怎麼來選股票 這一檔光環 其實我注意很久 來拉近 這支股票的光環 今天為什麼要買 為什麼今天要買 7月24號為什麼選今天買 投資朋友 你一定很好奇 奇怪老師 為什麼你一買就漲 一買就贏 一買就賺 是怎麼辦到的 來各位 我現在就要把我這個 屁股啊 小秘訣啊 在近期亂世當中 怎麼樣選股票的這個方法 來跟各位做分享 這個光環其實我在6月就有做過 等一下我給各位看證據 那麼各位來看一下 之前 它從這裡底部漲到這裡 拉近 最關卡到多少 給我一百空四塊 一百空四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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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由於整個大盤表現不佳 出現了空頭走勢 我說了跌了一千兩百多點 直接一直抬抬抬抬抬到這裡 抬到這裡嘛 這三條線分別叫做月線 季線 以及半年線 月線季線半年線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半年線呢 它這邊寫一百二 一百二十個交易日 季線六十五個交易日 月線呢二十二個交易日 我們分邊看到這個叫月線 這個叫季線 那這個叫半年線 這個圖大家很清楚 那今天呢我來告訴各位 為什麼這檔光環呢 我會選擇在今天買 來各位 這個光環 我六月買完之後 我一直在看它 我看到今天終於咧 才出手去買 各位仔細開始來學東西囉 看我的節目 我說了我要教你實戰 這個地方就有一個小秘訣 在最近如果你真的選不到股票的話 這一招 你一定要把它學會 學會之後下個禮拜 各位 你就會發現選股沒那麼困難 開始來賣賣 其實當時啊 為什麼要設立這三條線 我在觀察這三條線的一個變化 這三條線我們可以看到喔 這個光環從104塊跌到這裡的時候 來拉近 這一天啊 它剛好咧 應該說是更早 這一天啊 它咧 觸底到了這個月線嘛 其實在這一天我就有再注意看喔 我把它圈起來 這個我一定要認真的教啊 教到大家都會 這天 這一天我用紅球 這一天它是不是觸底到這個月線 跌下來的對不對 那麼為什麼這一天我沒有去買 因為隔天它繼續的在破 有沒有看到 它繼續的在破嘛 所以這一天我沒有買 買完之後來到這裡 它再度觸底的時候 我再看了一次 它還是持續的破底 接下來就往下 開始沒完沒了 沒完沒了的跌下去 跌到這邊季線的時候 這一天又觸底到季線 各位仔細聽喔 我在教各位功夫喔 這剛剛是什麼觸底季線 來我把它畫圈圈起來 觸底到季線的時候 為什麼這個地方我沒有進場叫會員買 為什麼 原因很簡單 因為它破了季線之後的隔天 我們講的是隔天喔 隔天它沒有馬上咧 守回季線繼續的往下破 一直到昨天啊 我看到昨天啊 它終於觸底了半年線 昨天觸底半年線喔 欸 今天我就買了 為什麼今天買 很簡單一個理由嘛 因為各位請你仔細看喔 這個 我印下來這個 今天這個半年線 你有沒有看到什麼東西 它昨天觸底之後 今天有沒有守住 今天確實就守住 跟前面的月線季線不一樣 前面的月線第一次碰到的時候 第二天它就破了 季線第一天觸底到的時候 它第二天又破下去 半年線這一次觸底的時候 隔天它守住 這就是技術分析啊 這叫技術分析啊 不是說這樣死定了 我就叫月線來做 碰到月線我就來買 碰到季線我就來買 這都不對 各位我用心的程度 是你無法想像的 這個月線我早就在看了 這條月線 我早就在看 收不到破了嘛 破不可以買 再來看季線 季線破可以買嗎 不可以買 現在半年線 碰到 碰到之後 就再回到我們拉近 這邊拉近給投資朋友看 碰到之後 你看看就是這裡剛好 今天都要守穩 守穩之後 我馬上現貨一開 我毫不猶豫 來各位 64號就買下去 今天買 很買很貪 各位那這檔光環 其實我為什麼會注意那麼久 因為很簡單 之前6月18號 我83買86買 那是之前 83、86買 我們獲利續報當中 最後我們全部出在98塊 所以這檔股票 其實我有帶會員朋友做過 但是後來是在98塊那附近 相當接近最高點 104塊那邊出新之後 它開始往下跌嘛 開始往下跌 我就開始在注意它 開始在找買點 可以低階的買點 可以低階的買點 所以我設定了 我在我的電腦裡面 轟天的電腦裡面 我觀察這三條均線 它分別叫做月線、季線、半年線 各位投資朋友 如果在最近你去看的話 很多股票它都已經破了月線 也有可能已經破了季線 值得留意的是這個半年線 這個半年線不是說 它一到你馬上就要去買 你要看的是什麼 你要看的是說這半年線 萬一它碰到了 隔天沒收你再往下破 這不能買 這叫弱勢股 接著你要看什麼 看年線 年線如果碰到隔天沒有收了 這支股票放棄了 不能買 買買你 超級弱勢股 絕對不能買 但是如果你看到這個年線 它碰到隔天守住的話 你可以去小買 你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說這個光環 我會買是有原因的 完全從技術分析的角度下去切入 所以你說我的肚子有沒有東西 我非常的有東西 只是節目上 你看這光子講這個 我為什麼選光環 又浪費了七八分鐘的時間 為了要教各位功夫 我又花了這麼多口舌 所以這個會員朋友今天很佩服我問我說 老師你這個光環是怎麼撐到的 怎麼那麼厲害 我說今天你看我的節目 你就知道我是怎麼撐這個光環 我為什麼會選這個光環 為什麼一買就贏 這原因就是這樣 想說教各位投資朋友 你最近要買股票 不知道要怎麼撐 這交 我在電視節目上公開的傳送給大家 各位 所以說在近期我說了 在走空頭啊 你只能這樣做 短線單股戰法 各位 至少五十萬集中資金嘛 五十到一百萬嘛 三到七個交易日就是持股時間 快刀進快刀出 贏了就跑 贏了就跑 絕對不會有套牢嚴重的問題 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說會在住套房 只能這樣做 很多同事們為什麼現在住套房 那對不到老師嘛 剛好事不是去堵了這空頭走勢 來 各位 那真的有到學校耶 堵了這空頭走勢 還拚到老師 也不懂得停損 一末 財產可能起一半了 所以 我說現階段的策略 你要跟對人 你眼睛要賭到金嘛 你拚老師真的眼睛要賭到金嘛 我們現階段的做法就是這樣 各位 因為這樣做 這一段下跌的行情裡面 從這邊開始跌到這裡 這邊下跌的行情 我們會員朋友 沒有套勞三成以上的股票 絕對沒有 各位 沒有套勞三成以上的股票 甚至於可以說幾乎沒有什麼股票 我們是套勞的 為什麼 你就快刀進快刀出 怎麼會套勞 那有可能 除非說會員朋友不聽話 不聽話 不聽話我沒辦法 但是我的做法 我已經講得很清楚 我們就是快刀進快刀出 快刀進快刀出 那麼這樣子的做法你會發現 在現階段空頭走勢的一個行情裡面 你的資金才能夠靈活的周轉運用啊 那做對幾次你這樣可以賺錢喔 那資金呢 你就把它保持集中在一檔 跟著我的訊息 跟著我的動作 跟著我的節奏來做 不要亂槍打鳥 買了一大堆全部都套勞 這個就是你老師的做法 為什麼會買一大堆 為了上電視要表演嘛 為了想要收新會員嘛 我不會這樣幹 我買什麼就是講什麼 像這個南橋啦 像這個茂迪 我前一批這個單股衛員買的 我今天我也是有交代 那沒什麼動嘛 我下禮拜就會處理掉 再買新的標的 所以說在今天 我很簡單的教了各位 來在這個亂世的時局 要怎麼撿勾票 你來出去看這個軍線 尤其是這個光環選得多漂亮 你來看拉近 這個地方 可以換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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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半年線 剛才點到有沒有 光環嘛 這三二三四的光環 點到之後 今天有收到 收到一塊棒我就隨便買 這就是很麻煩 這就是工夫 這就是很技術 你聽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說我會給會員朋友的標的 絕對不會亂選 為什麼 會員賠錢對我一點好處都沒有 百害無異議 只有會員賺錢 我們才能夠共創雙贏 當然我講了這麼多 很多投資朋友 你當然還是會不相信 老師你講到這樣 不然你也補一支來贏 各位我不是不願意 我說過了 我是一個咧 在這個現在的 這個時局裡面 我們看到這個時局 長這個樣子 各位 我也懂得什麼叫做共體時間 有的人已經輸到要走路 要脫口 我不會在這個地方跟你講 什麼優惠專案 不會 已經輸到要脫口 輸到要走路 怎麼還有錢 在參加一些優惠活動 來 直接帶你做了 我跨出頭部界別人不太敢做的事情 我來遺骨會友 在這個亂世時局裡面 我來交朋友 來交朋友 用股票來交朋友 我說先讓你享受一檔 類似像光環這樣子的口袋名單 我已經找到好幾檔了 下禮拜 關鍵就在下禮拜 今天有打到這個線的 你不要管哪一條線 反正我都有在看 我的口袋現在有名單 就是有 下個禮拜一 這些標的口袋名單 它只要像光環一樣來拉近 像今天這樣騎得仔仔仔 我就買他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說在這個地方 你說老師啊 那費用很貴喔 我就跟你說不用煩惱費用的問題 先帶你做 先讓你的病情稍微舒緩一下 先讓你享受一下 醫者父母心 我現在的身分就好像醫生一樣 有很多人因為這個空頭走勢 已經跑到要脫口了 所以我現在要幹的事情是什麼 我先把你的病稍微治好一下 稍微舒緩一下 有興趣的 大禮拜五、六禮拜 看到這個節目的 有認同我這樣做法的 我們歡迎你來參與這樣的活動 這邊我們稍坐休息 待會再回到節目現場 謝謝各位 來囉 曾老師一塊天下無難骨 萬般虧損皆陰凹 凹來凹去凹成仇 曾老師快、狠、準 方寧原夢 02-2578-3777 2578-3777 亞洲頭骨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諮詢電話02-2578-3777 2578-3777 呵呵 大金貓套 哈哈 分岔公開 呵呵 五六六黃金護法精油 天然植物精粹 超級修護 極致量則 五六六黃金護法精油 就是量 天下武功 無堅不摧 唯快不破 第一塊 賺錢快 掌握時機不等人 第二塊 操作快 買進賣出 有專人 第三塊 標股快 累積財富 真驚人 曾老師一塊 天下無難股 萬般虧損皆陰凹 凹來凹去 凹成仇 曾老師 快、狠、準 方寧原夢 02-2578-3777 2578-3777 亞洲頭骨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諮詢電話 02-2578-3777 2578-3777 衣服 衣服 是肌膚最親密的另一半 怎麼洗 才安心 白鴿天然酵素洗衣精 天然中果油 天然洗淨酵素 讓寶貝 不過敏 不癢癢 放一百個心 讓您享受 一百分的親密感 白鴿 白鴿 我喜歡它的技術溫馨 線圖自行多清除 它的籌碼分析 讓我知道哪一支股票大戶 拼命吧 它的基本面完整 老師都在用 家庭主婦也能賺大錢喔 他們都是用轟天雷 賺 您現在收看的是 中華財金牌 歡迎來到節目現場 那麼面對大盤此時此刻 跌跌不休的一個行情啊 跌是跌下來的跌 跌跌不休的行情啊 各位 真的可以說是一個選股的大考驗啊 也可以看得出來 檯面上哪個老師啊 他的選股功力到底有沒有到那裡 我說在今天 昨天剛參加我們會員的 我們就選了這光環 我今天也教了你功夫嘛 怎麼看嘛 來我們都知道這個均線啊 均線是很基本的 這個技術分析的一個觀念啊 均線裡面有月線 有季線 有半年線 甚至有年線 甚至於十年線 也有週線日線 很多種線 那麼股票你要做的話 我只看三條線 哪三條線 月線 季線 半年線 我今天工夫都幫你教得很接的 來拉近 第一次 從104塊跌到這個月線 觸底的時候 為什麼不能買 它直接破下去耶 雖然它有再上來 各位 第二次再碰到的時候 它還是破下去 這代表什麼意思 你一定要看它碰到這個月線 或者是季線的時候的隔一天 重點是在隔一天 所以你來看喔 這個月線它隔一天 它都破下去了 我不會買 這個月線碰到它隔一天下去 我不會買 這一天碰到季線 隔一天下去 我也不會買 今天不一樣了 昨天我看到它來到半年線囉 每一次接近這個月線也好 季線也好 我都會特別留意 各股 隔天的一個表現 所以說今天為什麼會 在這個地方去買的這個光環 而且現買現賺 這個就是流星 這個叫用心 這就是不夠工夫 所以你現在不知道要買什麼股票來 各位 我已經把工夫交給你了 那麼如果你還是不會的話 你又想做又想賺錢 各位我說了 我口袋裡面還有幾檔 我今天有在那邊看 我說這個假日啊 我可能沒事還會跑到公司來 為什麼 我把一兩千檔的股票啊 各位我要把它好好研究一下 到底有哪幾支股票咧 在現在這個時局啊 各位殺到這個地方啊 真的是底部的股票啊 我真的要把它找出來 要不然真的如果哪一天 行情開始反轉了 出現多頭的時候 各位 我咧 很有可能就錯過這些底部的股票 所以這兩天 我會勤家的用工 在辦公室裡 我會在辦公室裡 我會找到這些股票 就是在底部已經出現 就像這檔光環 你看買了有漂亮嗎 這裡 抬下來之後 一直到這裡我才開始買 啊 當時的朋友你可能撿股票 可能不像老師這麼來行 不像曾英傑這麼來行 沒關係 我講過了 現在這個行情 我們都看到了 大家都傻眼了 為什麼傻眼了 賠到傻眼了 賠到傻眼了 從一萬點跌到這邊 很多老師啊 帶你做的股票啊 賠個三成 甚至於到七成啊 都大有人在 腰斬的大有人在 所以這對面的人 真的很學校的一件事情 要怎麼樣 手道頂你還有資金 我講過了 各位 先不用急 我先讓你來看一下 曾老師的實力跟功力 我先給你了解我的實力嘛 先了解嘛 這個醫生到底呢 有厲害不厲害 我就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我就講過了 沒關係 遺骨會喔 這個是頭顧界 我要跨出的第一步 很多人不敢做 我來做 我帶你來做 我帶你來實戰 我帶你來實戰 各位 當然不是我本人啦 我說那麼多人 我們會安排專人 專人專線來帶你進 帶你出 帶你買 帶你出 先讓各位 我們要建立一個共同 信任的一個基礎 就是要先從這個實戰 開始做起 做了一檔之後 你發現 真的是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我也忍受到 這個贏的主比之後 我想要來對這個老師 人敢就是這樣 要一個企業而已 你不是要的就是一個企業而已 沒關係 我讓各位占便宜沒關係 為什麼 因為看到這個行情 坦白講 我很心疼投資朋友 我心疼什麼 我心疼各位 你們跟錯人 我非常心疼 所以我看在眼裡 我希望各位能夠好歹 好歹能夠少輸一點 所以我才願意這樣做 讓你先享受一檔贏的滋味 各位享受完畢之後 你對曾老師有信心的 我們再來談後面的事情 剛好今天禮拜五 明天禮拜六 這三天 歡迎受傷慘重的 你有想要求助於曾老師的 歡迎參與這樣的一個活動 我們精心為你安排的服務 有興趣的 善加利用中場的一個資訊 我們下週一見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別有家證券 無當真材物理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今天就要開了 保利答斷 天下無功 無堅不摧 唯快不破 第一塊 賺錢塊 掌握時機不等人 第二塊 操作塊 買進賣出有專人 第三塊 標股塊 累積財富真驚人 曾老師愉快 天下無難股 萬般虧損皆陰凹 凹來凹去凹成仇 曾老師快 狠 準 方明圓夢 02 2578 3777 2578 3777 亞洲投股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諮詢電話02 2578 3777 2578 3777 八經 天下無功 無堅不摧 唯快不破 第一塊 賺錢塊 掌握時機不等人 第二塊 操作塊 挽進賣出有專人 第三块 标股块 累积财富真惊人 曾老师一块 天下无难股 万般亏损皆因凹 凹来凹去凹成仇 曾老师快 狠 准 方宁圆梦 02 2578 3777 2578 3777